Hello 大家好 今天都是幫大家講一下我的脫蜜案例 這顆蜜在嘴唇的右上方 也挺大顆 長了很長時間 所以要跟得多深 現在這個就是我們脫蜜的過程 要好心這樣做 而且大家都看到那個傷口真的不能打得淺 如果你打不夠深的話 做多幾十次都不能乾淨 所以我們一定要打到那個傷口要夠深 才清乾淨的根 打得多深呢 這個真是經驗 暫時是說 激缸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沒有那個激缸 做這個尺寸的蜜就 你看這個傷口都很深 這個真的要經驗 如果有什麼疤痕 就一定是跟一輩子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個傷口的疤痕其實都很漂亮 因為我們經驗都很多 所以做得出來的傷口都不錯的 很漂亮 但是都要小心找一個對的醫生幫大家做